喂喂!如果出City玩的話 想免費泊車就可以玩一下公園 不過多數都有時間限制的 Hello!我是肥膏 我是肥膏 這次是我們第二次來這個 曾經拿了世界建築大獎的Art Gallery 還是廖西蘭最大的藝術館 這裡有幾百年歷史 裡面收藏了超過15000件的國際和本土的作品 有不少都是以無理人做主題 馬上進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 我經常在想走這些門會不會跌倒被它夾死 好了我們安全進來之後 旁邊有一間賣產品和周邊的東西 現在我們先不走 我們先做一個入場證 這裡的入場費要20元 因為我們有這裡的住址證明 所以可以免費 還有如果你有腳架 背囊 就一定要放在卡卡上 給了錢之後 它就會給你一條... 藍色手帶給你 然後呢 你有行李就會給你一條紅色手帶給你 麻煩 麻煩 這裡的展品經常都會轉 那這期有我很喜歡的藝術 他很喜歡畫一些埃及風的 那這個是放到像神壇一樣 我們很喜歡一個藝術的 之後呢 我們走這個廖西嶺 都有不同地方都有它的作品 我們每一次都有敬禮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怎樣 喜歡看啦 來到這裡不懂得欣賞的作品 是不要緊的 可以自己溫一下興趣 因為這裡真的挺漂亮的 再不是把文青拍下照 押一下LIKE 都開心的 我覺得在這裡走是不會覺得悶的 因為這裡有很多不同時代的作品 而且以分部來說 它算是展示比較多 近代藝術家的藝術家 所以這裡也是被譽為 新進藝術家的天堂 也是一個很吸引到我的地方 因為走這些藝術本 我都很喜歡看近代藝術家的藝術家 我也是喜歡看近代藝術家的藝術家 因為我的主題和表達多元化一點 還有你給了入場費之後 這裡有20層 20層 對 你給了20元 這裡有4層 如果你慢慢看 可以走租一天 對 因為每一層真的好大好大 而且真的很多東西看 這裡除了可以看藝術品之外 還可以做藝術品 就像今天這樣 我們就有紙皮去做一些東西出來 你猜我們會做什麼 好 3 2 1 開股 其實呢 開了股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是什麼呢 我真的不好意思 告訴你 只是國金和中文 但是做得很醜 收價 但是人家做的那些真的很漂亮 很仔細 有樓梯啊 營火啊 那些 對啊 但相比我們那個人 我們都叫抽象派 好聽一點就是抽象 不好聽嗎 豆腐渣 豆腐渣 垃圾 那這個Session 是經常都會轉的 不同主題的 對 所以每次來都會 很有那種 新鮮感 對 很好玩 還有如果你喜歡那些藝術品 還可以在這裡買他們的項目 滿足了視覺的享受 現在要滿足味覺 很漂亮的 你看到這間 No.1 Pancake 不要看它小小 在Otland 是很有名氣 哈哈 好出名啊 那這裡是經常都要排隊才買到 它是即叫即做給你的 那你不要聽到Pancake 就覺得它是那些 毒的 或者很有空氣感的 好像熱香餅那一隻 不是的 那一隻 韓式Pancake 就好像一些燒餅 或者煎餅 嗯嗯 那我們就選了Beef Cheese 來試一下 它一份都很大塊 嘩 還熱的 還有呢 它的餅都很厚 嗯 一咬開 它的腦皮是很嚼韌的 還有 還有拉絲 對 全部都是芝士和牛肉 而且它的Pancake 是可以選鹹 或者選甜的 那價錢在這裡來說 都算挺划算 而且都挺好吃的 值得一試一下 那我們吃完那個Pancake 那就去到Art Gallery 旁邊的樓梯 就上Elbert Park了 為什麼我們會來Elbert Park呢 其實是 我們的Local朋友 介紹我們來這裡的 因為他們在這裡附近上班 說他們通常都會來這個公園去到 是放隔離的時候 是嗎 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讀書入蛇王 或者Langetime 就來這裡逛一下 有些人都會來這裡 睡覺 就是很難想像 喂 我回到公房 不一定來睡覺 在香港是不會記得到這個情景 而且是睡在草地 是啊 都挺正的 挺chill 在這個公園的樹 狠狠地都有百多年歷史的 我們做過功課 就是說 這裡有很多維多利亞風格的 那些古蹟和那些雕像 特別是如果你來到 就一定要去看一下公園的中心位 那個噴泉 因為是很久歷史的 是差不多可以追回 說是 1881年 就是這裡的1881 對 香港有1881 這裡也有1881 是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公園 來到City 惹傷一下是OK的 但是呢 就 比較軟腳的 不過就 什麼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那個行程呢 編得很緊密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可以skip了 這間住Apple就厲害了 它由意大利呢 空運了一對夫婦 來開的 不是 是移民 這些雪糕呢 是純手工和100% 紐西蘭有機食材做的 不過這裡的賣點呢 其實是雪糕的自己的樣子 這個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而且是它那些空呢 做到真的好像藝術品 那樣的 這些就是用來打卡都正 就像這個這樣 你以為是裝飾品 但是其實呢 你真的可以點這個空來吃 它 不過來到呢 就要預了要等 但是他們很貼心的 在等位的時候呢 就會派這些朱古力給我們吃 還有我最愛的朱 不是朱 哈哈哈哈 哈克朱古力 哈哈哈哈 它這裡那麼多選擇呢 都很難選擇 因為很多都很想試 跟著它試呢 是一點都不污漢的 因為每一隻味都會有一杯仔 可以試這麼多 都是第一次見 試完之後呢 我們就選了三隻味 朱古力啦 Couple Nut 還有Hockey Pocky 有驚喜啊這個 我沒想過呢 它會有Decoration 在雪糕上面 因為我們叫杯裝的嘛 對呀 通常人家走不遠 對給你 就完了嘛 它這個不是喔 但是這個呢 太硬了 嘩 拿不出來 現在時間就很硬 硬不到喔 好硬喔 太冷了 試一點Couple 這是我喜歡的軟Couple 蠻好吃 蠻鬆化 撥開了椰子之後呢 不得了 好好吃 因為呢 它是很濃的 椰子味 總要是很香 好滑 好好吃 還有它很真 那隻味 還吃到一些椰子肉 好吃 嗯 真的好吃 正 這個巧克力也挺漂亮的 上面還有一塊 黑巧克力的月亮 然後呢 那些一條條呢 就是那些棉花糖 醃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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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 最後這隻呢就是HockeyPocky 即是焦糖脫菲味 那是尿斯蘭呢 挺獨有的味道 那吃下去呢 我覺得太甜了 那這個金色的Deluxe Cone呢 是整個用厚的巧克力包著一個Waffle Cone 吃下去沒什麼特別 但可以打卡咯 這間呢真的值得來試一下 因為沒試過去雪糕店呢 是有這樣的VIP服務的 椰子味好吃啊 一定要試一下 下一集 逛逛人氣碼頭和Fresh Market Fresh Market? 我加了R1 還會去很多情侶館 來舉行婚禮的教堂 好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是按我們的鈴鐺啊 叮叮叮叮叮叮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的新影片了 還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 IG看更新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公仔 可以下載一些Sticker 和上這個帳戶看 有任何問題記得留言給我們啦 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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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燉 按燃 請 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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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